Manda等了紅綠燈等了走過來 都是十三十二三分鐘 就到了 就直接是到了這個四旗這個門口那裡 建口來的 就是今年的十二三浦正式交流 就是現在可以做到零首旗的 東南偉 看出去其實是很開揚的 因為我們前面這個六旗 它就是我們那個三十一二層高 這個位置 高過他們看出去都是很遠的 喜歡吃煙的觀眾就對了 老公吃煙 有個出去融合吃的 不會影響到外面 在這裡看著這麼漂亮的景色 吃雪茄、炭杯紅豆 其實挺棒的 就像在這裡看著它 是在這裡看著它 太陽就很靠近 然後在這裡看著它 就在這裡看著它 就要不再嘗試 在這裡看著它 在這裡看著它 很容易 在這裡看著它 在這裡看著它 看著它 會不會成功 在這裡看著它 在這裡看著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觀眾,大家好,我是佳智阿Joe 今天依然來到曼达廣場 這集也是介紹樓盤 因為曼达廣場這個商圈 最近最熱的一個樓盤 當然是我們木馬湖 木馬湖現在是四期清貨尾的階段 我們都去更新一下現在剩下什麼樓層 大概什麼價錢 和大家實測一下在曼达廣場 行過去木馬湖 四期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和周邊業態是怎樣 其實今天已經是下午五點鐘 現在又不是星期六日 比較普通的時間 現在看這些周邊的業態 確實是很旺 基本上是很聚人氣的地方 我平常在曼达廣場 都會過來和女朋友 走一走街或者吃東西 買杯奶茶喝 都很正常的 因為確實這邊 比較多年輕人去行的地方 因為這裏其實是一個綜合體 它是17年開業 這個曼达廣場 當時開業的時候 都很虛陷 是作為我們惠州的第一個 我們的曼达 裡面基本上有 含蓋有我們的永威超市 買衣服 包括我們平時買車 4S店 都有的 客市價這裡都有 這邊又是一排這樣的店 包括剪頭髮 喝奶茶都有 現在就看回時間 現在基本上都是一個放學時間 人流可能多些 現在就差不多五點 差一分鐘 看看我們走過去要多久 其實我們木馬湖這個屋卷樓館 確實來說 這個location是挺不錯的 我們這樣看回 前面這裏 其實下面那裏還有一個巴士站 巴士站 直接可以去到沙田地下跌口 紅燈 我們等一等燈位 其實現在 大陸這邊 基本上 走紅綠燈這邊 其實等一等燈位都很正常 因為數字上來 不同的是之前 整天整個債人闖紅燈 這種情況已經很少見了 大多數現在看到的都是 在等著紅燈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社會的進步 以前可能就是沒有什麼安排意識 這樣衝過去都有 造成了很多交通事故 其實大雅灣我覺得變得越來越好 特別是偉州這樣的城市 相對來說比之前好很多 說回木馬湖這個屋卷 其實現在這樣看外裏面 確實比較可疑 現在這樣看回 那裏就是我們那個 其實這個算是二旗來的 這個就是木馬湖 木馬湖是二旗 二旗呢 它就早交流 現在四旗的外裏面 跟這裏是一模一樣的 但這個角度 看不到那個四旗 因為有些觀眾 未了解過木馬湖 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方位 最大的一個商場 就是這個馬湖廣場 這個位置 這個直去 其實就是我們那個深圳的方位 這個直去就是我們沙田地跌口 這個位置去到我們沙田地跌口 讓莫的車程 大概是15分鐘的一個時間 就可以到達我們的沙田地跌口 這個位置就不算是十分之近地跌口 因為我們分一線林深 二線林深 一線林深 可能是十分鐘以內 或者是五六分鐘 有些都可以到達 好像大衣亭那些 近一點 但那邊的商業配套 肯定沒有那麼好的 這裏呢 我們這個木馬湖 周邊的配套 確實比較正少少少 一個我們那個 是一個最成熟的雙圈 因為我們經常說的 萬達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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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達雙圈 現在是綠椅 可以走了 如果是那個 坐回我們那個高鐵的話 去到我們 衛陽站 其實就是我們的 身後方那裏 身後方那裏 那個衛陽站 那個車程時間 其實都是十幾分鐘的 大概是十二三分鐘左右 都可以到達 大概就是這個時間 相對來說 就等於這個 這個 木馬湖的中間位 這樣 去兩邊都方便的 那 那 因為木馬湖 就在這邊的 那我們要走過對面 再走過去 那下面呢 這裏呢 就是叫做 花城匯 是早期的 早期的屋卷來的 那這裏呢 已經是很多 入了火 但是早期的 就是無機交流為主 那裏呢 那裏呢 都是比較地氣的舖 好像錢大媽 麵館 那那裏都有 那有些觀眾 那我可能不太明白 那下面這個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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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其實就是我們叫做 紅貓國際啊 這個樓盤是最早的 基本上 就是漫達這邊 基本上是最早的樓盤 那 那這個樓齡就偏舊一點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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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湖這麼正 如果是說 那個我剛才講到高鐵 高鐵站其實都很方便 因為剛才講到十多分鐘可以到達車程時間 如果是說我們平時 在我們西九過來 又可以直接回到衛藥站 因為是直達式 是直達的 車費大概是一百元出頭 車程就是六十分鐘的時間 去到高鐵站又轉回 我們坐回打步車 或者是坐回公交 回來我們沒有馬會藥 都是一個總加多十多分鐘的時間 因為其實那個直達班次 在我們 即是我們西九龍直達到衛陽 或者是我們那個 這個直達班次不是十分多 藥幕直達的班次是七班 但是很多線路經過我們深圳北再中轉 如果加上中轉這個線路 其實就會有很多班次 藥幕一天都守 差不多是六十個班次 坐回高鐵站 先去到深圳北 深圳北 深圳北那裏 再轉線去到我們那個 西九龍又行 或者 直接在深圳北那裏 因為深圳北下面就是地下鐵 我們地下鐵那裏 又可以接駁回地鐵的線路 又可以回到我們口岸附近 在我們深圳北 坐地鐵 有些人都是 那麼十幾二十分鐘左右 二十分鐘內可以到達 OK 現在看這邊 你們過來這邊行 過來這邊行 對呀 看這邊 這邊有些店舖 這邊是巴城灣的店舖 都有一些 現在看到很多車在這裏 因為現在是一個放學時間 就是因為我們前面有個學校 都比較出名少少 包括我們的第一中學 還有我們的博馬培文學校 就在我們這個四旗隔離 都是一個貴族學校 是私立學校 學費比較貴少少 學位有幾不錯 有幾多人會選擇那個學校去讀書 因為它從小學 幼遠小學到我們那個高中都有 其實就是 基本上家裡門口就可以解決所有讀書的問題 還有呢 因為講到這個貴族學校 所以它就 這個學費比較貴少少 大概三萬元一年左右 三萬元一年左右 相對來說 就是比普通的貴很多 但是呢 如果這樣算回 每個人在那裏 都給到這樣的錢去讀書的家長 那數字其實都不錯 這個呢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 熊貓國際 下面呢 都有一些 擺地攤的經濟 就是這樣 現在都有一些 賣什麼 這些賣雞也有 雞蛋也有 哇 這些雞蛋應該很正宗 還有這些粟米 是吧 水果也有 就是這樣 這些店鋪全部都開了 這裡是宵夜檔 藥房那些 這裡有個巴士站 這裡有個巴士站 這裡叫做花城灣站 可以去到那個 惠陽汽車運站 這些地方 就是這樣 前面還有的 我們木馬虎四 其實出來也有個巴士站 是吧 那麼現在這樣走進去看 大家一看到這個 新一點點 這棟樓的屋子 就叫做我們那個 瑞熙園 這個叫瑞熙園 瑞熙園 它就相對來說 那些烏形 跟我們那個 即是外落面 烏形那些 偏傳統一點點 特別外落面 比較沉一點點 這個顏色 沉一點點 但是它都OK的 現樓 現樓 有些烏形八十幾方 都做到 三房兩圍都實用 價錢 價錢就是現在 講回那個價錢 就是萬一到萬二元的區間 其實一路 它跟這個木馬虎 都是一個競品樓館 通常有些客人都會 看木馬虎 都會順便看這個樓館 但是 一直以來 木馬虎的銷量 是比它好 因為很多東西 包括管理質素 以及盤量的大小 其實都是 比較難比的 因為我們木馬虎 確實相對來說 不如有湖 一個花園下面的湖邊 跑到二點幾公里 這個又有個幼稚園 這個幼稚園 OK 現在 這裏都有幼稚園 這個也是幼稚園 這個也是木馬虎自己建的幼稚園 就是這樣 然後走過這裏 就正式屬於這個木馬虎 現在你看到的就是我們的二旗 下面呢 二旗的那些店舖都開了部分 但是不是說十分成熟 因為它店舖其實一早已經清了 賣光 我記得當時一賣這些店舖 好像很多人搶著來買 估計都是看中這邊地方的人流 下面那些店舖 下面那些店舖基本上就是一些 都是比較接地氣的店舖 包括前面上可能都開了那個超市 前面開了那間超市 等一下走過去給大家看看 說到木馬虎 它這個五型 我們四旗現在的產品就是 現在只有一個職 只有106方 只有106方這個職 就沒有其他五型 106方 它是做到我們的三房兩位 三房兩位 跟我們六旗對比 圍形有少少不同 但是這個價錢是最低的 價錢商是最低的 若莫都是我們的 等一下可以打一兩套單位給大家看 參考這個價錢 現在剩下的高層為主 基本上去到九千五六左右 九千五六左右 這是實價 網上有些說八千零元都有 八千零元的就是那些 就是御樓的樓層 基本上就是 很少人會買的樓層 那些便宜是有的 但是你說 如果加多幾百元 選一些帥仔的樓層 我選一些帥仔的樓層 那當然選一些帥仔的樓層好些 我們說回 那個木馬虎那裏 那些管理費 大概就是 現在是用甘地物業做管理 所以它物業費 就是三個月一個平方 有些人說 早期的一些 又說這個物業管理不好 我個人覺得還可以 就不是很差 因為甘地的 做物業來說 在國內來說 都是可以排在前幾名的 對 前幾名 這裏是新開的超市 叫甚麼 百里園 生活 生鮮超市 基本上 以這些 生鮮 或者普通的 生活用品為主 現在這樣看回 就到了這個 前面的大門口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中學 這是第一中學 現在很多家長在等著放學 這裏還有個巴士站 這裏有巴士站 因為我們四期走出來這個門口 這個叫西門 走出來 直接坐巴士便可以了 然後就 前面的兩座樓 現在拉著鏡子給大家看 那個有波米樂場 那裏 其實這裏是那個 做one up 沒有五星級酒店 那裏 當時都是 不好意思 沒有阻礙別人開車 那裏 那裏都是我們那個 大野灣的第一個 五星級酒店 五星級酒店 那裏 現在就未開 包括旁邊 就有一個 我們那個 甲級寫字樓 OK 那裏就是我們那個 四期的 不是 這個是西門的門口 這個門口 隔壁就是我們那個 博雅陪問學校 這個 我先進一進去 因為拿一部機 不方便進去 我先進一進去 待會以為我們偷影 我們進去再聊一下 跟剛才裏 保安那裏 交叉了一陣子 就進來這個 屋犬樓館 他問我們是否過來拍攝 我說是呀 暴避了 看看用了多久 這個呢 其實我們走了 大概就 十二分鐘左右 因為剛才跟他聊了一陣子 聊了三分鐘 我們最進來 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我們管理 確實是不差 因為他們 甘地都會問我們進來做甚麼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物業的管理中心 OK 小心小心 後面有車出來 四旗呢 四旗呢 就在這個位置 我現在就直接上去那個四旗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其實呢 四旗來我們這個門口 就十分之近 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行路時間 其實就是等於在我們萬達 等了那些紅綠燈 等了走過來 都是十三 十二三分鐘 這樣就到了了 就直接是到了這個四旗這個門口 那裏 其實我們四旗呢 總共有三棟樓的 83 84 85 這幾棟 全部都是四旗 好型產品一樣的 梯滬鼻那些都是一樣的 現在你見到呢 上面呢 這些有車呢 因為其實它是分上下兩層內緣的 那上面這層呢 就可以行車 因為呢 它早期呢還有我們別墅啊 這些產品 那下面呢 就是我們的 湖來的 木馬湖 為什麼叫木馬湖呢 因為有個湖 這個呢 其實就是活水湖來的 OK 那下面那個湖那裏呢 就一個延著跑道 就是這樣 包括我們一二旗 和六旗都連在一起 六旗都還未弄好 湖水那裏 那裏 下面就是湖 下面這裏呢 就不是可以行車的 就是這樣 其實都幾舒服的 這裏呢 我們呢 平時吃完飯 走一圈都行很久了 這個四旗呢 後期呢 這個位置會是一個 單獨一個門口位來的 這個位置 單獨出入 這個四旗都叫我們的 太風玉絲嶺 六旗其實都有賣 六旗就貴一點 價錢 而且呢 就是說 那個行路 去曼達的路程遠一點 因為這個位置 行去六旗呢 還要大概三五分鐘左右 你就若目 如果去曼達那裏 行回來 我們這個樓盤那裏呢 加加上就是 十七分鐘左右 十七分鐘這樣 才可以去到六旗那裏 行路 我說行路 當然了 如果是說我們 駕駛電瓶車 其實就會簡單很多 好嗎 這個就是我們那四旗 八十三棟 就是這樣 後面可以看到 就是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 行 我們數過來這裏 行過來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客人 可能是直接上去看這裏 但他沒有真正 兜過去這邊 看這幾個樓 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 現在行過去看看 這裏最近就是八十四 這裏最近就是八十四 再走過去 又是八十五 下面其實我們四旗 又是一個內緣 一個違閉式 這個就是屬於我們四旗入面的內緣 這裏 這個位置 就是入不到車 車只能在外面的路 就是這樣 全部我們是一個架空形式上來的 後面 那裏就是八十五 這裏 即是我們四旗 例如我們 住八十三棟 或者八十四棟 直接在那裏 按部升降機 可以下去 直接下去我們那個 下面湖邊那裏 在那裏 走回花園就OK 現在你看到 這些全部都搞好 因為我們四旗就是現樓 現樓來的 就是今年的十二月三號 正式交樓 正式交樓 現在只剩下半個月左右 都未到半個月了 都是十日多些 一個時間就可以收到層樓 這裏可以走樓梯上去就可以 沒有問題的 現在這樣看回 就是這裏 又是下面一個這樣的內緣 都是這樣的湖景 挺漂亮的 六旗 六旗在那裏 現在這樣看到六旗 那個位置是六旗 這個位置是六旗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湖面都挺潑的 看這邊就是那個東南位 每一旗的 我們那個大堂 都是做得差不多 挺漂亮的 我們就走回上去 這個實體單位看看 其實這個示範單位 做在四十四層 四十四層 總高就四十七層 四十四層的位置 因為其他 剩下的都是三十五樓打上 所以 你要看高層才適合的感覺 其實就是高層的產品 你只剩下 如果你說選一些 十多樓的那些 想買這個四旗 我建議都不看 或者有空高症那些 這條片直接跳過去 不用再看了 就是這樣 說回這個 四旗木馬湖的貸款政策 貸款政策那裏 就是現在 可以做到零首期的 零首期的 但是你要付幾萬元訂金 訂金多少錢呢 訂金五萬元 訂金五萬元 五萬元 我們做貸款上匯的話 放款之後 就會退回給我們 就是這樣 情況就是這樣 二旗 現在看回那個 很多那些 封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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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都是入住了 因為我們二旗 其實交樓沒有多久 大概可能都是 七百月左右 交樓 七百月左右 現在看回我的立面 跟一旗的對比 確實差很遠 一旗的那些 那些是當時無披樓 這裡 相對比 這些會現代化很多 是現代化很多 就是這樣 大唐也算大氣 還未到六咪 五咪多 左兩邊的信箱 這個有一個援禁系統 大唐 我看到其實都很光猛 不會太好 那些很暗的那些 那些 轉位進來 我覺得可能這個位置 側了一點 但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一進去都是闊落的 OK 那我現在 上去看看 那樣的間 先 上到 我示範單位 好 那就 讓大家看看 這裡就是我們交表大堂 現在這樣看出去 看我們那個 即是二旗的湖景 其實真是 舉舉舒服一下 這裏就是三層的 六火 如果是106個方 一層有四火 剛才說錯了 我們是總共四十八層高 兩層的避難層 我經常把這裏 木馬湖的四十七 和那個 其實四十七層 和那個 沙田地口 那個 那個 那個萬科 那個萬月 那裏是四十七層高 那裏是四十七層 那裏是四十八層高 OK 106方 三房兩位 現在 0506 0506 就是一個 東南偉的 東南偉的 朝向 這個東南偉 就只有 三十五樓打上 三十五樓打上 OK 那就進去看看 現在看到 全部都是我們那個 交樓標準 看到那些 包括這些 這樣的 櫃 原安櫃 一陣子都會做好給我們 這裏的洞 應該就 插些東西 掛著那些 手袋 之外 這些方便 這裏有個鏡 出門照照鏡 後面這裏 就是 按一按的彈出來 掛著外套 或者 三褲 掛著外套 為準 OK 走進去看看 這裏 尺寸 都是用一些 長型的 一個 應該是 一個大尺寸的 一個大尺寸 一個大尺寸 一個飯廳的 OK 然後呢 就 兩個拖門 進去廚房 雪櫃位 沒有雙門雪櫃 單門雪櫃 大小環 可以 這個華帝品牌的 一個 營氣組 消毒碗櫃 是吧 抽煙機 我覺得 把這個消毒碗櫃 換回洗碗機更好 但它 交標就不是這樣 是做消毒碗櫃給大家 這邊其實 也有東西看的 都看得多遠 這邊 其實那個廚房 看出去 就跟這個房間 這個小房間 看出去差不多 都是這樣 都是挺開揚的 特別呢 如果是說我開了這個門 跟那邊 是挺扯風的 就是挺大風的 這個餐廳 和我們那個梳化區 客廳的部分 一樣的闊度 都是這麼闊的 你說放過 七十歲的電視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上面這些是消防噴頭 走出去 這個燙門 兩線 都做了這個 戴茶子顏色的玻璃 這個大露台 這個是第二個露台 剛才那個攻擊露台 東南位 看出去其實是很開揚的 因為我們 前面這個六旗 它就是我們那個 是三十一二層高 這個位置 高過他們 看出去都是很遠 這樣看出去 就是向下 看湖 向遠 如果是好天的時候 日後好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 那邊是澳頭方向 可以看到那邊的海景 環繞一周 給大家看看這個感覺 其實現在 旁晚的時間 這樣看 我覺得都挺舒服的 如果晚上看那些 基本上這些樓 都亮著燈 其實更棒 這些有些柵欄 因為對面的是旁邊的樓 裝一裝這東西 那些隱私性更好 我們的空調柱居 就在旁邊夾住這個位置 放在那個位置 看看睡房 睡房 三房 先看這個客位 客位 這個三角色分離做到 都有槍 都有槍 它交標就不做這個拖門 這些拖門 找我們公司可以解決到 沒問題的 這些是有限錢 但是我們主要的這個空間 尺寸挺不錯的 帶肥腦進去也沒問題 有些抽氣線 吊頂全部都做完 鏡櫃 如果鏡外做到這裡 就更好 現在就做到這個位置 不過它這個手盆 這個位置 比普通的闊 一般可能做到這裡 它闊了這麼多 就證明這個廁所夠大 我踢的線都做完 上面這個也是做到吊頂的 這個房間有趣 是小的 這個房間不大 如果你想做大一點 沒問題 我教你怎麼改 這個位置 推出來把門在這裡 因為這個主人房 這個位置 其實是拿過來做了少少衣櫃位 就把這個位置這樣拉平 OK 這裡 進去 因為這個房間 這個不是成總場 可以搏的 搏它就可以了 或者你說 自己不需要這麼多房 這個直接給主人房做衣母間 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位置要封窗 這個位置這樣看出去 前面那個就是我們的華美達 華美達酒店的位置 那裏其實都有我們一個另外一個商場 叫做我們的益田假日廣場 都是那個位置 那裏就休閒為主 酒吧那些可能多些 不過都有我們天紅超市 影院那些都有的 下面這些就是矮的小高層 一期的 早期一期的產品 就是這樣 看回那個 這個對面也有間房 這個房間就是剛才我們在陽台 看到窗的位置 好 那麼它這裏 它窗都分這個 上下兩個 那這個就下面這個氣窗 怕譬如就開這個 都挺新鳴的設計 都挺OK 那麼尺寸來講 放米半床 加個衣櫃位 都有的 空間有的 這個層高 樓底都夠高 那麼主人房 主人房 那剛才看了這塊 這個廁所 大小都OK的 OK 沒問題 這裏 我不知道是不是智能馬桶 這個位置 都挺像的 那麼這個 這個手盆就短了少少 比剛才那個 很明顯 給我們那個 客位短了少少 但是它都夠用的 有窗 有窗 最大的亮點 就是我們主人房 這裡還有一個露台 有些就會把這個 通膜出去 就是做大間房 把那個 就是衣帽間房 那個櫃在外面 都可以 如果你不封 其實這個大小都夠用的 這些位置是什麼 這些其實是救命鐘 有需要 就是萬一有情況 你按了一下它 那些物業就會上來 問你是不是需要 就是要過來幫你 就是這樣 萬一有需要的情況 才按 那陽台這裡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喜歡吃煙的觀眾 就對了 老公吃煙 丟出去的陽台吃煙 就行了 不會影響到外面 那你在這裡 看著這麼漂亮的景 吃枝雪茄 探杯紅酒 其實挺棒 就是這樣 旁邊是84 後面的85 這個壺形 就分東南西南 這個東南 裝完了 看完了 還有一個西南鎂 西南鎂 我個人覺得西南鎂的 性價比會更高一點 因為它那個 其實景色也很舒服 它又不是說 完全是西多 它主要是南偏多 那個景觀而言 特別是晚上 就是 亮了燈之後 它可以直接看到 我們大灣的兒童公園 那裡 有個摩天輪 亮燈很漂亮 轉轉 有時候還有一些圖案 還有一些小心燈 看看 很棒 這裏 這裏都是兩戶 兩戶 就是多少 03 04 03 那麽膠表 又不用看 這些 頭鏡和頭鏡一樣 只要看一下景 景的區別 這裏是主樓台 主樓台 樓台越多 贈送的面積也越多 是吧 看回其實也很開眼 對面 這裏還可以看到山景 這裏的方位 看山景為主 因為前面那裏是北架山 前面是北架山 前面 這個 剛才我說 這裏是酒店 溫德姆酒店 那裏是兒童公園 前面一點 有個摩天輪的位置 摩天輪的位置 兒童公園 OK 就是這樣 其實這裏方位 都是我們那個深圳方位 下面這個 現在看到好像操場 其實是我們第一中學 都是我們這個配套學位 下面這個就是我們那個貴族學 北大培輪學校 培輪波雅學校 就是從小學到初中 高中都有的 一站式教育就是這樣 下面這裏 就不會再起高樓 我們樓層高 對於下面的學校 操音員的影響 又少了一些 對不對 平時呢 如果那個喜歡踢球 應該都可以申請進去踢踢球 這裏 挺好的 我覺得那些 書卷氣息挺濃厚 所以就是因為有這麼漂亮的學校 學位在這裏 導致這個樓盤 其實熱度一路都不減 好像香港的豪文鐵學位那樣 其實大阿灣、惠州都講學位 有這麼高的學位 加持 對於你後期轉手 賣出去給別人 其實都一樣的優勢 在這裏 近學校 對不對 那我 我們自己 沒有時間照顧小朋友 扔去學校 放學接他 我又不用繞這麼遠 走過去接到他 對不對 挺方便 所以這裏 就算你自己 不住也好 到時你出租給別人 也好租一點 對不對 相對來說 廚房 這裏有個 都是個小樓台 看出去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也挺開洋的 OK 那我看房間 現在就 看房間那裏 那裏 那裏 房間其實和那個 主樓台差不多 其實 小房間有少許不同 看看小房間 小房間這裏 小房間 看過去 對面就是我們那個二期 學校 水溪園在那裏 水溪園在那裏 這裏 這裏是學校 都可陽 這個樓間 它 至少百多兩百米都有 百多兩百米都有 就是這樣 主樓房先看一看 主樓房 這裏 主樓房出去 這裏 舒服 這個 我覺得 挺OK的 如果喜歡 我們高層這些產品 其實這裏 大亞灣 木馬湖 有配套 交通方面又不舒適 各方面是OK的 如果這裏 其實 說真的 我們如果是說 我們自己是 打部 我們是打部車 在關口過來 在連堂那裏 我試過 在連堂接客戶 過來 這個樓盤屋主樓 其實我們用了 四十 七分鐘 四十八分鐘 直接到這個樓盤樓下 真的很快很快 超級快 根本不需要一小時 都不需要五十分鐘 可以到 因為這個位置上高速 很方便 超級方便 還有大家 剛才說一下 這裏其實 我們有一條軌道 叫深大乘軌幹線 就是我們的 號稱地鐵33號線 就是我們那個 在機場 直接拔過來 衛州那裏 在我們木馬湖附近 有一個 淡點 叫做我們的 響水河站 那裏也是 很近的 但是那裏就未知幾時去施工搞定 但是現在 現有 就是那個 沙田地地口 包括這個 深大乘軌站 那裏其實深圳段 已經在動工了 如果是高鐵那裏 就是深圳高鐵那條線 那條線 在我們三尾 深圳合作區 直接到我們這個 深圳南山西嶺 那條線 就是 超級快線 有時速 350時速 如果那條線 開了之後 其實就會更方便 因為其實有個 站點都是我們 一個 衛陽站 現在現有的 衛陽高鐵站 其實兩條高鐵線路 會重疊 但是這個方向是不同的 那條線路 是二七年 大概二年中左右 會開通 開通之後 很方便 因為他們的班次很多 資料說 就是幾分鐘的班次 很頻密 就是為了加強兩個地方 一些經濟合作 因為那邊是一個 深圳合作區 我們衛陽 作為其中一個 站點 那條 如果開通之後 第一個 班次更多 回去就更方便 其中有一個 在深圳段的一個站點 叫做我們的 蘆湖北站 蘆湖北站 就現有的 14號線的一個站點 它就是後面 再會通過高鐵 那樣 即是說 我們可以實現 在我們的衛陽站 去到這個蘆湖北站 那蘆湖北站 直接又接回地鐵 回到我們的口岸 其實都是十多分鐘 那衛陽站 去到蘆湖北站 當然是十多分鐘的 設定 那就是非常近 非常方便 特別是這個班次很頻密 那再加上 我們在這個樓盤 去到我們的衛陽高鐵站 那個距離 那都是十多分鐘 那其實加上賣 真的怎樣都不算 我不會超過一小時 去回到口岸 是吧 所以未來的交通 都會更加完善 那說回這裡 這個我們那個 價錢 那現在呢 都是以高樓層為主 高樓層為主 例如說 我們這個 這個 那個 因為其實 高層那裏會更加有性價比 例如我們 85棟 有一個43樓 其實都是西南米 106方的這個職 那維六的價單才是 九千六元 九千六百三十八元 就是這個 這個價單 零首期 剩下一些純工樓就可以了 給他幾萬元 訂金 五萬元訂金就可以了 那維六總價 就是我們的 一百零三萬 一百零三萬 總價一百萬 那就一百零六方 那價單是九千零元 這個價錢 但是不是這麼精裝修 這樣的地段 其實我個人覺得 是挺有性價比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 現在 四期 這個 今天的介紹 是不是 我四期 和大家更新 這個政策 價錢 和實測 這個距離 但是四期 貨量確實不多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 盡快元朗我 帶大家看看這個實體 看看是否合適自己 新樓我們都不收取任務 補救費 而且有專人專車的接送服務 好的 這期分享到這裡 下期再見 拜拜